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想要家里风水好 最好每年都根据风水防卫换一下家具摆放 马上就要到2022年了 那么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该如何摆放家里的家具家电呢 一起往下看吧 如今家家户户都有电视 闲暇之余 很多人都会看看电视节目 放松一下心情 到了2022年 不宜将电视放在家里的西北方 应当将其放在正南方 这是因为电视机是电器 电器在风水上五行熟火 2022年 九子又必星飞临正南方 九子是一颗吉祥心样 它五行野属火 把电视机放在正南方 就能够增旺火器 增强九子能量 而2022年 六百五曲星飞临西北方 六百主管财运 它五行属金 火克金 如果把电视机放在西北 就会影响到财运 导致财心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二 书桌摆放一记 书桌基本上是由木材做的 那么它的五行自然也属木了 所以像书桌办公桌这种木质桌子 2022年就适合放在家里的东南方 而不宜放在正东方 因为2022年 四绿文曲星在东南 文曲星也属木 它是极形 所以将书桌放在东南 就能够催忘家人的事业运 官运 学业运 而2022年 三臂陆存星在正东 三臂五行也属木 因为陆存星是雄星 木器忘了 雄器也会忘 会导致家人口舌是非多 所以千万不能把书桌摆放在正东方 三 鱼缸摆放一记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鱼缸五行属水 那么它在2022年 不宜放在正南方 是已放在正北方正西方 方才说过 2022年 九子在正南方 五行属火 鱼缸放在正南方 就会引发水火相冲 不利家运 而一白贪狼星 2022年在正北方 五行属水 贪狼是极星 鱼缸放在正北 就能催忘它的能量 提升贵人运 既致破军星 2022年在正西 破军则是雄星 五行属金 金生水 把鱼缸放在正西 能卸去破军凶器 改善家里风水 四 沙发摆放一记 人经常坐在沙发上休息 所以它适合放在极位 不能放在胸位 2022年 最好不要将沙发 放在家里的西南方 中宫 应当放在东北方 西北方 因为二黑巨门星 2022年在西南 五黄连珍星 2022年在中宫 它们都是会影响 人健康的凶行 所以不能把沙发 放在这两个地方 而八白左辅星 2022年在东北方 六白五曲星 2022年在西北方 八白主政财 六白主偏财 沙发放在这两个位置 就能够催往财运 五卧室衣柜 衣柜是家中 比较大型的家居 许多人在卧室 摆放衣柜的时候 总是会往空旷 不会阻碍到人的地方摆 但其实是不能这么随意的 衣柜最好是摆在床的青龙位 并且靠墙摆放 而且如果是套房的话 最好是放在厕所 和床之间的墙壁中 六挂中摆放一记 虽然现在在家里挂中的人少了 但是还是需要注意挂中的风水禁忌 一般来说 挂中不宜面对着大门 因为中与中邪音 又送中之意 客人一进门便看到钟表 极其不吉利 而客厅的白虎位 及西方是大雄之位 挂中挂到西方 最容易招惹是非灾祸 不利家宅的整体运势 家里有挂中的 最好将挂中悬挂在客厅的青龙方位 或者朱雀方位 即东方或者南方 这两个方位属于极位 能够保佑家宅平安 除此之外 2022年家居风水中的物品摆放 也需要注意一些风水禁忌 否则会给家中招来灾祸 具体该避开哪些禁忌呢 下面小将之再具体说说 1.镜子不可太多 镜子具有反射的特性 在风水文化中 镜子既是招邪之物 又是画煞之物 摆放在床头对面 长时间会使人原神涣散 精神紧张 有损健康 摆放在阳台等外路的位置 容易把家中的财运发射出去 正确的摆放位置 可以选择床的两侧 神官客厅等位置 有招财聚财之意 其实关于镜子的摆放位置 有诸多争议 可能一个不注意就犯了禁忌 所以小编建议 家中的镜子摆放不宜过多 2.花瓶不可过多 为了美观 很多人喜欢在家里摆放花瓶 起到装饰的作用 跟镜子一样 花瓶的摆放在风水中 也大有讲究 从花瓶的颜色 形状 摆放朝向 都有很多说法 都应该选择与主人五行 属相相生的颜色 或朝向 所以家中花瓶的摆放 也不宜过多 以免乱了气韵 不利生财 另外 花瓶中的花 尽量选择真花 仅于换水 摆放的花瓶 不能是空花瓶 否则不利福其和睦 单身的人容易招致烂桃花 3.阳台不能阻塞 阳台是家里最接近自然的位置 承接着阳光雨露和空气 也是吸纳外来采取的主要通道 有的人喜欢在阳台堆积杂物 也很少打扫 非常不利于气韵的转换流通 福气无法进入 汇气无法排出 长此以往 家中的气韵衰退 容易招致小人招惹是非 导致破财 阳台应该保持干净通风 勤于打扫 可以种植一些绿植作为点缀 增加生气 但不宜太过茂盛密集 不然也容易阻挡财运 4.仙人球不宜乱摆 仙人球因为好养耐旱 而成为多数人家在家养殖的首选 特别是其防辐射功能的宣传 则更是引起了多数人的青睐 然而仙人掌在风水学中 所代表的是以凶制凶的凶物 特别是在遭遇其他变故 需要压制邪气的时候 采用玄来使用 再加上其多次易伤人 若是摆放不当 则有可能给家人带来意外灾难 并形成风水学上所说的尖角煞 若是需要摆放植物的话 则可以根据自身习惯和命力 摆放那些招财风水植物 譬如吊篮或太阳花等等 五 铜钱不能摆在家 现如今好多人有收集铜钱的习惯 特别是一些古玩商 更是青睐铜钱的收集 不只好保养 更有较大的生殖空间 然而关于铜钱的来历 最好询问清楚 有以下三不收 埋葬品不收 占卜用不收 以及古建筑镇鞋用不收 因为他们长时间所处的环境 很容易沾热一些心灵污秽之气 会对个人运势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 一般来说 家传的最好 若是真心喜欢一些来历不明的古钱币 则可以通过在阳光下的曝晒 或是拿到寺庙 请高僧带为开光即可 六 避开阳光透不进来的厚重窗帘 现在人为了隔热或者休息安稳 除了要装双层玻璃 双层窗帘外 更是选择超厚重的窗帘来隔光 平时拉开 睡觉时和尚还好 若是一整天都是避窗不开的 时间长了 家里风水不通 则容易引起聚集 招惹不干净的东西 同时对自身健康和运势 也会造成较大的影响 因此若是选用了厚重的窗帘 不妨早晨起床的时候 拉开渐渐阳光 让室内的空气流通一下 对于风水运势更加有益 七 拿走玄关的剪刀 在生活家居里 玄关处最好不要放置剪刀 玄关是家门移进门处 对于家里的风水占有重要的作用 而剪刀属于利器 如果放置剪刀在玄关处 家里的主人容易破财 当财气 如果你家的玄关处 正好放有一把剪刀 建议赶快去走 此处不宜摆放尖锐物品 八 门厅处的镜子要挪开 镜子一直是家中的重要物品 是不能随便放置 如果说最影响运势的地方 那肯定是门厅处了 因为门厅一般是接待客人 和生活娱乐的地方 如果放一面镜子在门厅 来来往往的人经过 会影响家里的财气 影响主人发财 所以这里有镜子 请赶快拿走 2022年房间内的家居物品摆放 也有许多的讲究 不经意间的一个小调整 都会对整体风水布局产生影响 摆放得当能够起到改善运势 招财净宝的作用 看完今天的内容 如果发现你家有摆放不当的 赶紧调整 这样做相信在2022年 你能够风生水起 好一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